作曲 李宗盛 我作佛时 寿命无量 国中声闻 天人无数 寿命逆皆无量 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识成玄閣 于百千劫 识共计较 若难知其量数者 不取正觉 这个是第十五 寿命无量元 这一元可以说是四十八元的众生 是无量而里面的第一元 各位想想 如果这个世界再美好 再壮严 寿命短促 这种殊性庄严对它有什么意义呢 无意义 无量的殊性庄严 要有寿命去享受 这才有意义 所以一切无量中 寿命第一 古大德说这一元是淨土第一德 殊性的功德 这个是第一 寿命无量 法葬说 我作佛时 寿命无量 是它的寿命无量 还是大家寿命都无量呢 两个意思都讲得通 两个意思都圆满 佛寿无量 下一句是补充说明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寿命和佛相同 亦是无量 国中声闻 天人无数 国中声闻 天人无数 这个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 声闻 天人数不清 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菩萨 为何在这个地方出现声闻 天人呢 幸好后面经文里面 释卡牟尼佛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 截断除这个疑问 经文很长 要用很多时间才说到 我在这里略略地提一提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是十法界 十法界里面有佛 菩萨 声闻 玄觉 有六度凡夫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法界 无十法界 所以称为一真 只有一才是真的 十是影化的 极乐世界唯是菩萨法界 而且都是普言菩萨法界 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在《花言经》上读过 如果菩萨不收普言行 就不能完成佛道 换句话说 无常正等正觉 他不能正德 一定要收普言行 只能正德 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 都收普言大事之德 我们在《本经》第二品就看到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唇一普言菩萨的法界 都是普言菩萨 按照《大乘经》 普言菩萨有五十一个等级 像我们读书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有五十一年级 到五十二年级就成佛 所以菩萨只有五十一个阶级 就是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各 在上面就成佛 好像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年级的普言菩萨 是最低位的 虽然是一年级 但是福报之大 几乎和等各 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 此地讲 《声闻天人》有两个意思 第一 是往生者 未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的身份 好像经上所说的 世间自在黄如来 他的声闻弟子 听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么殊性 发愿念阿弥陀佛往生 这一类的人 我们称他为声闻 好像我们念佛去往生 我们在六道里面是人道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称为人 是未到西方世界以前的身份 这里是讲明 十方世界声闻众往生的 仁天众往生的 不计其数 第二 是讲在西方极乐世界 断烦恼的品类多少而区分的 好像我们是大业往生 我在前面讲得很详细 往生的条件是复烦恼 烦恼没有断 这一季佛号念得得力 也就是一日到晚 心里面只想阿弥陀佛 只念阿弥陀佛 佛号得力 虽然有妄想分别执着 但不起作用 烦恼复住了 并没有断 因为只要均连佛 妄想又起来 可见我们妄想无断 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人 断症功夫 等于他方世界的人天 他的烦恼没有断 只是复住 但是各位要知道 西方世界每一个人 最低限度都有能力复烦恼 所以那边没有打架 没有吵架 为什么呢 有烦恼 没有错 都被念力功夫复住了 不起言行 假如见思烦恼断了 就等于他方世界的阿罗汉 这个又是一个说法 两个说法的意义都讲得通 西方世界有声闻有天人 是这样的一回事 不是真的有声闻有天人 这个地方有双重意思 一是数量之多 没有办法计算 二是说数量之长 和阿弥陀佛一样 我们晓得 西方世界的无量寿 并不是真的无量 还是有限量的 因为经常讲过 阿弥陀佛发完钟了的时候 试现入般涅槃 观音菩萨试现成佛 可见阿弥陀佛寿命是有量的无量 但是他的寿量太大太长了 我们讲不出来 亦计算不出来 所以就称无量 不单止一般人算不出来 恐怕最进步的电子计算机 亦计算不出来 怎知道呢 夏文说 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有多少呢 如果按照黄老居士的说法 那还得了呢 这个地方讲的众生 并不专指人 而是六度众生 天度 欲界天 色界天 毛色界天 亚修罗道 人度 畜生 蛾鬼 地獄 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众生 假设这么多众生都成了圆角 圆角还在阿罗汉之上 他们的智慧神通 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 人数之多 智慧能力之强 于百千劫 是讲时间之长 时间是以劫来论的 一劫到底是多长的时间 各位能算得出来 经常通常说 一增一减叫一个劫 什么是增减 佛港人的寿命 最长的时候是八万四千岁 以后每隔一百年减一岁 一直减到十岁 再从十岁 每一百年加一岁 又加到八万四千岁 这样一增一减为一小劫 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 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 这个地方讲的是大劫 百千大劫 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多的人 智慧能力这么强 共同来计算 若能知其量数者 不取正觉 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人 他们不知道 算不出来 西方世界人仇之强 他们也算不出来 你就知道寿命虽然是有量的无量 亦可以说是真的无量 算不出来 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真正的殊胜庄严 也明确显示极乐世界 极乐的根本 亦就在这一院 没有这么长的寿命 还有什么好乐的呢? 所以各位同寿一定要紧紧的记住 有一些研讨过教理的同寿 或者会提出疑问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 而且是究竟圆满佛 又超越一切诸佛 他为什么还有涅槃? 佛身常住 众生就有依靠 阿弥陀佛是报身佛 极乐世界是法圣土 换句话说 决定有生无灭 是真正的无量 为什么说它是有量的呢? 有量之说是讲弥陀的应化身 由此可知 西方极乐世界成立到今日只不过十结 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应化土 虽然是应化土 是佛的应身 就与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一样 佛是应身 应身有生有灭 佛身有生无灭 法身是理体 不生不灭 真是殊性了 释迦牟尼佛的应身住世八十年 世尊八十岁示现入班涅盘 弥陀的应身无量受 所以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人不是一生圆成佛道 成的是究竟圆满佛 这个事实 我们要清楚 要明了 自不止怀疑 如果以为阿弥陀佛将来还入灭 西方淨土不究竟 慢慢不要去 那你就大错特错 所以这部经要多念 要细心去体会 自知诸佛所赞叹的医政庄严 无量不可施宜功德 真的一点都不假 我作佛时 十方世界 无量刺宗 无数诸佛 若不共清探我名 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 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七 诸佛清探圆 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圆 西方极乐世界再好 我们也不知道 谁跟我们说 诸佛你跟我们说 跟我们说就是清探 我们从这一圆里面 才真正看清楚 弥陀的教区 是尽虚空遍法界 不是一个佛国土 决定不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而是尽虚空遍法界 这一圆显示 十方世界无量刺宗 无数诸佛 换句话说 一个世界不留 一尊佛亦不留 没有一个世界 没有一尊佛不清探阿弥陀佛 不赞叹西方极乐世界 怎样赞叹呢 明是明豪功德 国土之善 就是讲解无量仇经 阿弥陀经 佛为我们讲解这一部经 就是赞叹阿弥陀佛 国土依正庄严 不可思议功德之理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清探 为我们宣说 为我们推荐介绍 十方诸佛世界 没有一尊佛不对 他所教导的众生 宣讲这一部经 赞叹阿弥陀佛 劝大家信愿持明 往生不退成佛 你们各位能不能够体会这个意义呢? 如果能够稍微体会一下 你就明了这一部经 只是 一切诸佛 道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 花言 发花 十方无量察中 无量诸佛 未必宣讲 只有这一部经 是一切诸佛共同宣讲的 你应该知道这部经的重要性 无一尊佛不讲 无一尊佛不劝人 唸佛往生 我们要怎样才做到 礼敬诸佛 十大愿望 第一礼敬诸佛 诸佛劝动我们的说话 我们不听 怎样是礼敬? 念佛人 和阿弥陀佛作对头 和诸佛菩萨作冤家 你们怎样能往生呢? 礼敬诸佛 绝对不是 每天趴在那儿 叩头作语 佛劝告我们的 我们既在心里面 依教奉行 这个就是礼敬 不单止是释迦牟尼佛 劝告我们 介绍给我们 十方一切诸佛 二口同声地 都是这样劝道我们 为我们宣说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名号功德 有几个人知道 正因为不明了名号的功德 所以念佛的信心不清静 愿力不坚固 念的时候有夹杂 有间断 还有怀疑 念的功夫不得力 前面所说的安乐 持心作善 现前的利益你得不到 不是讲经讲得不灵 是你自己修行的不如法 如果如理如法的修行 经常所说的效果 立刻就仍然 我们现前就得到 这句就是说明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无一尊佛不讲无量仇敬 无一尊佛不劝大家念佛求生淨 违陀要想普道一切众生 决定不能够没有这一愿 这一愿就是十方一切诸佛 都要为他介绍 十方世界无量刹中 无数诸佛 虚空法界一切诸佛 无一尊佛例外 清明就是念阿弥陀佛 换句说话说 无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 说我功德国土之善 就是讲经 无一尊佛不讲无量仇敬 阿弥陀经 观无量仇敬 这三经都称赞西方世界医正庄严 有了这一愿 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 才有得度的恩怨 可见这一愿比什么都重要 这一愿就是流通的大愿 亦说明 彌陀教化的区域是尽虚空遍法界 绝对不止限一个极乐世界 一切诸佛察土都变成彌陀的教区 这个是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的 下段经文就是第十八 十年必生圆 自古以来 很多祖师大德都供应这一愿 是四十八愿的核心 一切诸佛为何赞叹阿弥陀佛呢? 就在这一愿 我作佛事 十方众生 无讲娑婆世界除外 换句说话说 我们娑婆世界包括在这一句中 这里说的众生 包括我们本人在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文我名号 智心信咬 所有善根 深深回向 愿生我过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遗除五亿 诽谱正法 这个是十年必生的大愿 正宗修学的宗旨 就定在 发菩提心 一向尊念 这个修学宗旨 就由这一愿来的 这一愿讲一向尊念 第十九愿讲发菩提心 我们将在后面经文读到 三辈往生 都要发菩提心 一向尊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正业正恩 有很多人 好像也发了菩提心 一日到晚 拿着念珠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没有往生呢 是不是这一步经有问题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自不止产生误会 自不止耽误自己这一生的修行 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仔细看 一个字都不能疏忽 第一 文我名号 这里的文不是普通听文 普通听文不会起作用 因为这个是大乘经 不单止是大乘 是大乘中的大乘 一乘中的一乘 每一个字的标准 决定不是犯犯者 这里是讲菩萨的文位 换句话说 这个字就包括了文、诗、修、三位 底下经文都讲出来 文是缘分 这个缘分绝对不是偶然的 正如世尊在本经开始说 善男子、善女人 能在一生中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经论那些真是善男子、善女人 不是假的 善是无量劫泥所种的深厚善根 和其他经常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不一样 这个善根比那些深厚得太多了 因此你只有缘分听到这一部经典 而且听了之后一定欢喜 自心顺额 自心是真心、是诚心 绝对没有虚妄的深 这一点就不容易 这个地方讲的自心 和阿弥陀经常讲的一心完全相同 这个就是能不能够往生的关键所在 我们今天听了弥陀名号 还有二心、三心、无量心 一日到晚胡思乱想 没达到一心 自心就是一心 从今以后 我们尽应受 现前这一生要做到念知在知 心里面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一句一句不可以间断 间断就产生两个现象 一是打妄想 起心动念、胡思乱想 一是无名 没有妄想就堕到无名 所以众生不是堕在妄想 就是堕在无名 那是多么可怕呢? 堕在妄想的一边 就是贪亲 堕在无名这一边 就是愚痴 搞贪亲痴 不念佛号 就念贪亲痴 这些事我们不知道 佛祖提醒我们 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 一点都没错 佛号断了 就是贪亲痴 就是做六道三徒业 这句佛号是静业 教我们永脱轮回 往生不退成佛 一生中就可以将这件事 扮得圆圆满满 所以 自心是关键的字眼 咬是外号 欢喜外号 人生中第一喜欢的 就是这件事 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取代 只是自心顺额 我们有没有做到呢 一句阿弥陀佛 是从这样的心生出来的 念出来的 敢折相应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念佛 念佛人不能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念一世的佛 到最后 亦都不能够往生 实际说 我们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都念佛 虽然念佛 不知道这个道理 没有把这四个字捉住 所以只跟弥陀结果凡缘 还在搞轮回 这一生又遇到了 这一生的缘很殊胜 能将《无量仇经》四十八缘 讲清楚 这个缘不多 一定要把握住 不能放过 决定在这一生往生 这个和灵炎会常大世智菩萨讲的 正念相计是一个意思 自心顺额就是正念相计 如果不是正念相计 那就不是自心顺额 你在这个世间 还有其他喜欢的事情 还有其他放不下的事 你就不是自心顺额 所以这句说话非常重要 所有善根深深回向 愿生我过 前面是讲尊念 在我们没有往生之前 离不开社会 离不开人群 离不开一切众生 弥陀世尊和本师释迦茂尼佛 两位导师在经典里面的教训 我们一定要依照经分做到 总而言之 这些教训都是 愿恶修善 这两句都包括尊 就是你所收的种种善根 收集这些善根 只有一个目标 一个愿望 就是求生静土 这样一个目标 一个愿望 就是深深回向 一切善根功德 都回向求生西方 前面说的 智深顺咬 尊念是正收 善根回向是助收 正助相收 正收偏重在位 助收偏重在福 有福报的人 临命中时 心不颠倒 如入禅定 临终没有病苦 这个就是福报 有病苦 就是福报 不具足 病是果报 能不能够将它扭转 生死轮回都有办法扭转 小小的疾病 还转不到吗 当然可以转得 怎样转法 努力修善 你看看了凡四分 感应篇 和《音质文》里面所说的 真心为善 很多业障聚报 不知不觉中都转了 你就不必受报 我们希望一生长寿 长寿要健康 长寿不健康就苦了 所以健康非常重要 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 第一幸福是身体健康 绝对不是财富地位 那些是没用的 身体不健康 再多的人事后你 亦都是苦不堪言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认真去修学 佛同我们说 世出世间法总离不开恩怨 连佛说法度生亦是恩怨 恩怨底下是果报 世出世法既然是恩怨果报 你做善恩善缘 自然得的是好果报 你做恶恩恶缘 当然得恶宝 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 佛也不能转定业 恩怨自己做 果报就自己受 佛加持我们 保佑我们 用什么保佑呢 就是将这个事实真相 和我们讲清楚 讲明白 令我们从今以后起心动念 知道我们要做善恩善缘 远离恶恩恶缘 果报就自然殊胜 我由今日起再不做罪 以前所做的罪业 业恩衰在 业缘断了 因为没有缘不会结果 所以应当受的恶报 也都不会现前 过去还有一些善根 现在拼命做善缘 善的果报本来这一生不能成熟 来生来世才成熟的 因为你断恶修善 善缘的力量加强 恶缘就断了 微小的善恩也都提前受报 这些是佛加持我们的 我们今天要的就是这个 讲实在说话 世间的名文利养 一切财富 聪明人都不要 要健康长寿 要自己不病 死的时候没有病 在佛门很多 往生的时候 弃着走的 错着走的 走之前 还和人谈笑风生 说完之后对大家说 我要走了 你们念佛送我 念不到十分钟 十五分钟就走了 多自在 要靠什么呢? 就是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原生西方 将一切善根都回向求生西方 在世间求一个健康长寿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 下一句就是核心中的核心 乃至十年 十年是最少的 灵命中时 十年一年都能往生 历史上有例子 不是假的 围随五亿 诽谤淨法 《观无量寿经》里面说 五亿十恶 临终遇到成员 亦能往生 五亿罪不是不能往生 可见这道五亿 是陪衬的一句说话 重要的是 末后这一句 诽谤 诽谤的人根本不信 那又怎能够往生呢? 换句说话说 如果不诽谤 能够信受 五亿罪也都能够往生 善道大师说 这里讲的十年 即是十句佛号 不是普通讲的十年佛 即是尽一口气是一年 这里是十句佛号 临终十年 是这个人一生中 从来没有听过佛号 甚至从来没有学过佛 直到临命忠实 才遇到善知识 劝他念佛 劝他求生正土 他一听就相信 就接受 就真的发心 自听到佛法一直往生 知心信咬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完全符合经典所说的标准 他怎样不往生呢? 当然往生 不过年的时间短 当然时间越长越好 我一定会帮你 偶尔 再来 我帮你 优优独播剧 讲到念佛 善道大师讲得很清楚 常跟的人是尽形受 一生念佛 好像这样临终十年的人 算是下下跟 一生没有缘分遇到佛法 到临命终时才遇到 各位要知道 临命终时遇到 最低限度要举足三个条件 才能往生 第一个条件是 临终时神智清楚 如果临终病得人时不醒 那么一些机会都没有 你念一生的佛 临终害一场大病 往生都不可靠 这些要记住 所以人不能不收福 收福就在现前 到临终的时候想收福来不及了 要认真收福 断一起恶 收一起善 要求临终的时候 清楚明白 这是第一个条件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来了一位善知识 劝你念佛 如果在关键时候 没有人提醒 往生亦不可能 所以第二个条件是 在关键的时刻 遇到真正的善友 提醒你念佛 第三个条件是 你一听 立刻就顺受奉行 如果不立刻顺受 你快要天气了 还来得迟吗 来不迟 要快 不能犹豫 思豪的犹豫都没有 马上就顺受 立刻就念佛 下下品往生 未必 善道大师跟我们说 通于三辈 涉于九品 莫不往生 这句话 使我们非常惊讶 真正是不可思议 我们平常人往生 品位高下 是看念佛功夫的浅心 是以静业程度的浅心往生 生到西方 记录世界 品位不同 五亿之人 他的往生 是在临终果一残下 懒悔力量的浅心 决定他的品位 如果他是自诚心懒悔 彻底懒悔 他的品位 一下就提升到常常品 你不要认为 他一生不相信佛 造作罪孽 临终念几句佛号往生 说不定 他是常常品往生 《观无量寿经》里面 阿蛇世王杀父 害母 破和合增 与提婆达多 合作出佛身血 造作五亿罪 《大藏经》里面 有阿蛇世王经 就是阿蛇世王的传记 他临死的时候 惭悔 念佛往生 佛话他是常品忠生 因为忏悔的力量强 知道过去真正做错了 一年悔改之心 真的由地狱一下就升到上品中生 真的不可思议 因此我们对于造作罪孽的人 绝对不能轻视 说不定他在临命中往生 地位比我们高 我们还不如他 所以 一是念佛功夫浅心往生 一是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学佛要想符合经常的标准 就要一心专念 要专 专利阿弥陀佛 每日拜佛 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 拜佛是很好的运动 现代人运动量少 我们和大陆人比不一样 大陆人比我们健康 他们生活水准不如我们 运动量多过我们 他们出门无车 要走路 离开都市 他们无自来水 要担水 他们的劳动量超过我们 身体比我们健康 比我们长寿 医食住行种种条件不如我们 为什么他们会健康长寿呢 我们在富有的社会环境里生活 学佛的人除了拜佛之外 也很少运动 拜佛 实在是说 拜得越多越好 至少一日要拜一百拜 当然能够拜三百拜是最好的 三百拜需要一个半小时 分三次拜 早晨拜一百拜 中午拜一百拜 晚上拜一百拜 对你的身体健康一定有好处 身尊拜阿弥陀佛 口尊念阿弥陀佛 心尊想阿弥陀佛 我在这里事上提醒同修 一定令我们的心 我们的愿 我们的解 我们的行 一一同佛无异 佛的心 愿解 行 我们怎样知道呢 这一部《无量寿经》所讲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见解 阿弥陀佛的行词 全部都在这一部经上 这一部经好 分量不多 好容易受辞 要将它做到 将它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行辞 这样才是修行 这种修行法就是古大德所讲的 万修万人去 所以 经不是叫你念给佛听 佛就欢喜 我就是自己骗自己 佛还要听这些东西 佛不要听 是要念给自己受用 提醒自己 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 这样修行就是观经所讲的 是心作佛 这个就是作佛 具体实践佛的心行 在一切修行法门中 是最极原妙的 只在平常老老实实 绵绵密密 一句佛号 接一句佛号 不要中断 自然就相应了 如同古德所讲的暗合道妙 就是相应的意思 自然相应 道就是事心事佛 妙就是事心作佛 我们这样做就是事心作佛 事心作佛自然就是事心事佛 观经上讲的这两句 是非常重要的经句 我们做到了 功夫念得好的 念得顺熟的 念念离念 功夫成片 就是古人所讲 以凡夫心入诸法实上 在其他法门 其他宗派里面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境界 唯有念佛法门最容易 如来所以轻出世 遗说弥陀本愿海 这个是善道大师讲的 佛出现在世间 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介绍西方世界医症庄严 因为众生罪业排重 和他说念佛作法 他不相信 所以才说他能够相信的法门 才说出无量无边法门 那些是对不能相信念佛法门的众生所说的 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 是第一善根 就是经上所说的 过去生中行菩萨道 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而来 只能够相信 四十八元 由第十二元到第十八元 是整个大院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要特别留意 如果没有十年必生 就不能普到法界一起众生 我初学佛的时候 事上有个年头 找不到答案 经常事上赞叹佛是万德万能 既然万德万能 我就想 如果这个人必度亚被地狱 佛能不能使他立刻成佛呢? 如果他能令地狱众生立刻成佛 佛即是万德万能 我们可以相信 如果说地狱众生这么重的罪 不可能叫他立刻成佛 要他慢慢收 收上三大亚增其劫 才能够成佛 这样有什么稀奇呢? 我曾经为这件事请教过很多法师 法师都说不可能 修行要经三大亚增其劫 不可能立刻成佛 所以我对佛的敬仰 打了很大的折扣 认为经常赞叹佛是夸张的 不是真的 后来念无量仇经 念到这一段经文 直访越大悟 佛的功能是真的 五逆十恶 临终一念十念 皆得往生不退成佛 这些不就是立刻成佛吗? 这次回想到古人说的说话 一点都没有夸张 句句都是实在的 叫人不能不佩服 佛法确实不同于世间法 正如金刚经上说的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祖师大德和佛都做到了 言语句句真实 我们不能不佩服 事实确实是如此 众生所以不能立刻成佛 不是佛没有方法 而是众生不肯接受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要肯接受 真的不难 阿弥陀经和本经所说的 都是约一日到七日 你需要收多久? 小的一日 多的七日就成佛 这些不假 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民 我们今天收了这么多年 还未成佛 为什么不成佛呢? 因为没有认真的去收 收是有收的 打开经典 看看 对比一下 不合标准 毛病就出在这里了 对于这个世间更流暖 更不舍得 怎样能去得了呢? 我们在淨土圣言录 往生传里面看到 宋朝的刑阿法师念佛三日往生 证明了经常说的 一日到七日无座 他是一位出家人 不守称规 破戒造作罪业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 深信因果报应 想想自己一生所作所为 必堕地狱 就生大恐怖 请求同参道友 有没有得救 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 他看了痛哭流泪 有好心的感动 往生传看完之后 他发心念佛求生淨土 他将疗房删住 不睡觉 不吃饭 不喝水 一句佛号念到底 他拼命念了三日三夜 将阿弥陀佛念来了 阿弥陀佛对他说 你的阳寿还有十年 好好的修行 到临命中时 拔来接引你 凌阿法师很难得 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说 我的列根性很重 经不起誘惑 这十年 我六根接触外面六层 受了誘惑 又不知道会做多少罪业 恐怕将来往生 十年寿命我不要了 现在我就跟你走 阿弥陀佛听了他的说话 就点下头 表示说 好 那我三日以后来接你好不好 凌阿就答应了 他将疗房门打开 兴高采烈地向全子大众宣布 三日之后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 字里面的人都认为他发神经 这样一个恶人 怎可能三日往生 幸好三日的时间不长 大家等着看 到第三日 他洗完凉 换了新衣服 早课的时候 要求大众不要照平常的早课 念阿弥陀经 念佛送他往生 他没有病 和大众一起课中 经念完了 佛号再念十几声 他就跟大家说 阿弥陀佛来接引我 我现在要跟他走了 说完他就走了 没有病痛 只是三日 是历史上记载宋朝的事 我们看了听了 或者不相信 恐怕是古人偏造的 感谢您的亲自 无论 听到 来 没有 听到 有鬼 interviewed 有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